泡椒牛蛙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自己在家就是做不出来那个味道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庭版泡椒牛蛙的做法 看完视频保证你也会做 菜市场5块1斤的牛蛙 改刀成指头大小的块 然后加入清水清洗掉多余的血水和杂质 加上葱姜 料酒 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再放上胡椒粉 淀粉 抓拌均匀 使肉质嫩滑 油温7成 下入牛蛙过油 迅速划散 成型就捞出控油备用 油热下入花椒 豆瓣酱 姜蒜末 泡椒 炒香炒出红油 加入适量山泉水 再放入多种泡椒和蒜粒 调味来少许盐 鸡精 白糖即可 煮香之后下入牛蛙 再放点嫩姜和小米辣 增加鲜辣味 每天都在用青椒做菜 您就点个小红星知识一下吧 非常感谢 煮两分钟后放入青椒 嫩姜丝 葱段 翻炒至断生即可出锅装盘 这样做的泡椒牛蛙酸辣过瘾 鲜辣爽口 嫩滑不柴 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